整片荷花田荷花被砍光光 倒得东倒西歪 让民众看了好傻眼 因为两天前 这边的景象不是这样 原本有一整排粉色荷花 朵朵绽放火车一经过 荷花随风摇曳景色相当美丽 对比现在荷花田光秃秃一片 前后景象差很大 因为荷花全被载重者砍光 就偏偏讲不天 就是要去搬你那个荷花 还有那个艳势 甚至有的来 那个脸棚可以采收了 他还在那边把你栽挖起来吃 我驱诈了 我最近这几年都有这种情况 我驱诈了我干脆砍掉 在重者陈先生说 把荷花砍光的原因 是因为有民众来拍照 动手折荷花又栽莲子 他上前劝导民众却屡劝不听 还有人乱停车乱丢垃圾 因此他向来拍照的民众 收五十元停车费加清洁费 但有民众觉得不合理 还有人报警 有的人在网路攻击 有说如果要盈利 就去那边卖粮食 我送那个 我不是要给人家招大的 陈先生相当生气 秀出当天收取的九百元 已经全数捐给寺庙的收据 但被网友攻击 他气不过干脆砍掉 最靠近轨道边的荷花 大家想拍火车和荷花盛开的照片 再也拍不到了 让摄影爱好者大叹 好可惜 好爱新闻 林佳西线总 吴绍琴 苗栗报道